其實Synus是CYNAS的CY就是Caring Youth 他們有些目標成為一個服務者 所以後面就是Ambitious Servant 所以整個名字就是Caring Youth and Ambitious Servant 所以就變成Synus的名字就是這樣 我是重點成員 每個人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學生 這些東西很好看 所以還有整件事 多一些不同的學生 這裡有幾個人 每個人都是很不一樣的一個個體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優點 他們是一班有功能的學校異工隊成員 我們這裡大部分都是行動的 很多活動 我們主要靠科技都是熊同學 因為他們不喜歡說話 或者他們很害羞 所以都想多給他們一些機會 旁邊的阿豬都是我們當年 不知道第幾年 我記得嗎 其中一個同學 現在就順利陪座是同事 所以我們都找了他們一起幫忙 帶來這個活動 Synus當初是因為幫忙籌備 名愛慈善賣物會的攤位遊戲而成立 李Sir中一那時是教我人民科的 一開始他就問我 要不要一起去參加一下 名愛慈善會 因為那時都沒有什麼要做 所以就很可以參加 到當天去做 拿出來的成品 拿到獎 就很有成就感 還有 見到一些人來玩 我們的攤位都很開心 很有滿足感 那變成我們的活動就開始 很想就握著這份感覺 這個傳承的感覺就留在這裡 現在已經發展到 會參加區內的各種社會服務及活動 例如教小朋友打籃球 協助派傳單介紹區內的傳統地方 我們體驗一些殘疾人士的生活 例如蒙著眼睛找一些東西 殘疾人士 你會放在靈椅上 然後推上去 上山 Cinness現在有十幾位成員 大部分都在中一、二的時候 被老師邀請參加 當初沒有試過 那些人又沒有說過 很好玩 那我就覺得 應該會比較無聊 結果發現這裡 是一個女士家的東西 補模式的要照顧他們 要想、提 因為他們都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都要給他們很多想法 但是到了現在這一刻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很放心地交給他們 基本上告訴他們 要有什麼想法 然後他們就會自己去想 同學在Cinness的一點一滴 除了集體回憶 還在做人處事上得到成長 當我們這些人聚集在一起 自己都很享受這個服務的過程中 然後在過程中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友情 然後我們付出一些汗水 都可以令到 我們幫那些人 他們開心 那我們就會 有一些成就感 有一些滿足感 我在那裡教一些小朋友打球 像我們在學校那時候 想教他們的 我叫他們做 他們就做 好 只不過就是 反應比較慢 還有 有點像 我覺得這個跟我們學校都有點像 教練 經常都這樣叫 他們通常都不理他們 學到什麼 我學到什麼 做老師很辛苦 老師 學校都不理 Hitler 我學校有誠 他們 bones 我學校來 學校 學校 學校